或者明星 大家都知道 都是你的好朋友嘛 都在夸你 我覺得工作人員的爆料 其實是更真實的 還有工作人員的爆料 買童拉攏 威脅了他的工作人員 爆料的下場 生活中 盧雲汐 要不要聽聽 要 為了保護工作人員 我們變了一下聲了 今天盧雲汐做客 敬禮得非常進敵 聽說你有事情要揭發 真的有人說嗎 不會被課工資嗎 真的 好吧 那我就要吐槽了 他這個人真的太宅了 有時候在家門待兩三天都不出門 而且特別特別喜歡玩遊戲 為了玩遊戲買了一個 死沉死沉的電腦 總共你都要帶著 還非得自己拎著 你見過哪個藝人在機場走著 推著箱子 自己還拎著一個死沉死沉的電腦 他就給自己拿著 而且他玩遊戲特別的投入 有的時候如果他的玩遊戲 你給他發微信 可能半天都不帶回你的 就成一個半失聯的狀態 不過他倒也沒有 因為玩遊戲你想工作 但是你想工作人員了呀 我記得我們之前去法國工作的時候 然後因為倒時差大家睡不著 然後他就推薦我們玩一款小遊戲 結果就一發不可收拾 我到現在都還在通關中 再說一個就是他這個人特別愛情 帶跑篇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熱情 時不時的就要請我們吃一些下午茶呀水果呀這些 大家都特別感動 但是你能不能看看日子呢 他在劇組搭著它是沒有周六日的概念 然後告訴大家 我請大家吃水果 然後你會發現 然後我們就特別嫌棄地告訴他 今天是周末 然後還有一次五一勞動節 他也特別熱情 說今天大家... 孩子的勞動辛苦了 然後請大家吃火鍋 然後我們也是很嫌棄地告訴他 今天是法令建加 所以他經常搞融融融 我們希望... 就他以後還是保持這種熱情 但是麻煩下次看看日子好嗎 真的 這個打遊戲的事 你自己坦白吧 人家已經投訴了 這是誰啊 這是 你是在腰部找的是誰嗎 但是吐槽的確實有道理 遊戲是怎麼回事 你特上癮嗎 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吧 我們小學 然後中午的時候 本來該我自己就下學回家 結果我們那個學校對面 有一個商場 剛開一家的遊戲廳 為了促銷 然後就所有幣都免費 我就抱著試一試的心態 去投了一個幣 就玩了一個那種打飛機的遊戲 就因為那一次 去玩那個電子遊戲 入坑了 就入坑了 我就逛了一下午的課 真的 就癡迷了 對 所以 但是因為後來 父母的教育 那個老師的教育 讓我稍微收了一些心 可能就因為那個時候 就入迷了之後 長大也就開始 有這個玩遊戲的習慣嘛 對 然後就為了玩遊戲 可以買那種聚成的電腦 可能一台電腦就 將近十斤 那玩遊戲不就窄著嘛 就不出去跟別人交流了 都是在遊戲裡的人認識 對吧 就有一段時間 就我真的好像 就像抑鬱了一樣 就真的好像 完全沉迷到 沉迷在這個遊戲當中 在了這個 你要分享一下 要告誡一下 對 就是我真的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段時間的一個經歷吧 就是去商場 可能買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 就不小心把手機落在這個商場了 然後回到家之後 我完全就不知道我手機丟了 因為可能 平時大家肯定 手機丟了一瞬間就會想起來 因為有朋友會聯繫到你嘛 但那段時間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手機丟了 就過了一個晚上到第二天 我才發現我手機呢 就是一整天沒有人聯繫你 你都不會有 不會察覺到 就已經完全沉迷到 沉迷在這個遊戲當中 所以那段時間 整個人的狀態都 並不好 並不好 會 就可能會有很多試戲的機會 見導演的機會 就因為這種狀態不好 而錯過了 所以真的 大家一定要讓自己活躍起來 動起來 就千萬不能真正的 沉迷於遊戲當中 玩遊戲可以 放鬆可以 但千萬不能玩物喪志 這是我真正想和大家分享的